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忧伤的喜剧 你们把忧伤嫁给了喜剧 悲剧同意吗 证据随份子了吗 我都看着闹心 不管是喜剧悲剧 剧本写完 由于最后是影像的呈现 那么电影就是影像的艺术 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的话 设计师的图纸最终是砖头的呈现 所以建筑美学就是砖头的艺术 搬砖的才是艺术家 所以对文字工作者来说 电影是所有艺术门内中最不讲理 最流氓的一个 我就在这样一个耍流氓的行业里干了几十年 传说 中情局为了阻止中国的崛起 让一些不法商人推出了小鲜肉 不法商人原来都是肉连厂的 他们用小鲜肉消磨我们的意志 大家去看 有这方面的文章 但是经过我多年研究 推出小鲜肉 不是中情局的阴谋 幕后另有其人 是美国海军 因为其最终目的 是在中国建立水军队伍 我们很多戏数据很惊人 几百亿的播放量 对吧 水军干 比如楚桥传 几百亿水军 我曾经说过要达到这样的点击量 每一个哺乳类动物要看一遍 光点 那个破格 一亿销量 水军 还网剧 悲伤逆流成河 名字都成河了 多水啊 那么 斗罗大陆 大陆哦 这个大陆的数据也是水军吗 怎么也应该是陆军 不 那是海军陆战队 前几天呢 我在一个居民小区 就听见居委会大妈 特别负责任 拿大喇叭喊 男孩子不要 裸体聊天 单身的不要网恋 这些都是诈骗 居委会大妈 总是我们生命的守望者 有一次我就说 宋方金老师是这样一个人 他特别狭义 不畏惧任何人 很正义 很勇敢 他自己说 自己是 麦田里的守望者 方金 你能 别这么给自己贴文艺标签吗 你的所作所为 能做到 居委会大妈那样到位吗 去年有一个网友 就给宋方金 微信 这个微博私信 说 宋老师 我看您经常说 自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 热血 仗义 我听汪林说 我现在遇到了困难 急需五千块钱 您能守望我一下吗 宋方金给他回了一句 你建在麦田里干活 谁带钱包啊 这个网友又问 那宋老师 我能向您的CP借钱吗 宋方金一头雾水 CP什么是P 这个网友说 你的CP不就是汪海林吗 宋方金立即回了一串字母 就是我的微信号 前几年影视圈流行挖坟盗墓 这两年 流行搞单美 磕CP 接下来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 在坟墓里 搞CP 所以 我和宋方金是绝不搞CP的 我们行业里 有些人自称 面对所谓公权力的时候 有傲骨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他们面对资本的妩媚 妩媚娘 崔健有首歌 我想唱一首歌 宽容这儿的一切 可是我的嗓子里 却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也许这就是表达的困境 构成了时代的荒腔走板 东京电热公司 往太平洋里起泻 核废水 东京电热公司 简称东京热 世界上非常活跃的 那些环保组织 就突然沉没了 瑞典的环保斗士 小女孩也不激动 人类眼睁睁地 看着这一幕发声 日本离美国 一万多公里 离中国最近的地方 只有一百公里 然后媒体告诉我们 因为洋流什么的 核废水 对一万公里以外的 美国影响最大 对一百公里以外的 中国没啥影响 美国没资深 你中国激动啥 我觉得这是对人类 被智商的公然羞辱 与此同时 我们文化行业 这些年也一直在向观众 排泄 核废料 文化核废料 没人管 我看网上骂我的人 都是核污染下的畸形儿 脑子都抽抽了 现实的荒腔走板 让我们更加看清 世界的真相 早在七十年前 戏剧舞台上 就表现了 原子时代 失去理性的宇宙 戏剧总是比真相 更早抵达 剧作家和诗人 才是这个星球的 精神统治者 我们无法像居委会大妈一样 做生活的守望者 但我们应该辨别出 时代的敌人 并与之斗争 或者我们只是被选择 成为某种力量的敌人 对此 我们感到无上光荣 博尔赫斯说 一个人可以是某些人的敌人 但他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地区 萤火虫 花园 流水 和风的敌人 相传 杀伤国王 因为痛恨 王后与人有染 就将其杀死 此后每天娶一个少女 历日清晨就杀掉 宰相之女 三鲁佐德 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 自愿嫁给国王 每页讲故事 引起国王兴趣 免遭杀戮 他的故事讲了 一千零一页 三鲁佐德 就是最早的编剧 而且是连续剧编剧 超长的长剧 编剧就是这样 拯救世界的 你们现在如果 全都改成短视频 三鲁佐德 一分半钟以后就被杀了 表面看 现在视频有长的短的矛盾 其实是故事的讲述者 有没有意识到 你的生命价值 在于你的故事 有没有让你活下来的力量 郭美美老师 最近又出事了 他第一次进去的时候说 我要好好反省 好好改造 现在我决定做个编剧 我的故事写出来 一定会让你们大吃一惊 大家知道 豆瓣史上最低分的电影 竹梦演艺圈 里边有个角色 学表演 他遭遇车祸 坐在轮椅上 残疾了 这个角色说 我还可以做编剧 人生到了谷底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选择做编剧 但是郭美美老师食言了 他出来以后 我一直在等待 他的编剧作品 他无耻地欺骗了我 他去贩毒了 之前他的罪名是 卖淫赌博 现在他终于凑齐了 黄赌毒 如果郭美美做了编剧 可能就不会蹲监狱 虽然监狱很适合编剧住 最近澳大利亚 墨尔本的监狱 给编剧开设了专门的牢房 已让他们按时交稿 作为资深编剧 我知道 这简直是小儿科 为了不交稿 编剧一定能够成功越狱 我们热爱写作 但我们逃避交稿 这是我们每天发生的 灵与肉的搏斗 大家听到了很多 编剧悲惨的故事 拿不到稿筹 海报上消失的署名权 对作品没有话语权 是个人就可以给你提意见 等等 但是你们知道编剧的快乐吗 我们这个职业 一直有着巨大的 不为人知的快乐 但几千年来 我们守口如瓶 秘而不宣 今天我可以冒着 被行业封杀的危险 透露一点 大家知道编剧徐斌吧 几十年来 他一直在偷偷地做一件事 那就是把他所有的剧本里的男一号 取名叫徐天 而徐天在现实生活中 是他的儿子 不论多大的腕 在演他的戏的时候 都是他儿子 有个艺人叫肖战 他出了个专辑叫光点 因为他的粉丝得罪了我 我就在剧本里 给一个伪军小队长 取名叫肖光点 对 我们编剧就是这么 小心眼 我们把所有厌恶的人 写进我们的戏里 我们在故事里 暗藏自己的爱恨 辩洒我们生活的密码 我们公然在自己营造的世界里 为所欲为 快意恩仇 老板还要给我们钱 其实老板也在故事里 很可能是个丑角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编剧是剧组里 唯一有资格 也有勇气骂街的人 他除了思想 一无所有 编剧为什么要怕得罪人 既然全世界都在得罪我们 有一次开剧本会 老板请来了策划 还有平台的人 来给我的剧本提意见 我很认真地拿着笔记本 在那记录 比虚心地跟他们交流 气氛很融洽 会后老板很高兴 说汪老师 你觉得他们的意见怎么样 他们说的 我说他们都是些傻逼 老板说那您还记 我说我得记是谁说的 下次开会如果再看见他们 我就打压听 根据傻逼程度分轻重 我都记下来了 你放心我一定会打的 下次开会他们就没再出现 如果你害怕得罪老板 害怕得罪导演 害怕得罪主演 害怕得罪媒体 害怕得罪网友 你为什么要做编剧 你为什么不去做鸭 我说的是烤鸭 啤酒鸭 或者烤串 学个小手艺 做个小买卖 这样还让人尊重 所以你们不了解 编剧的快乐 如同白天不懂夜的黑 赚不赚钱 无所谓 你看我和宋汪金的快乐 你们怎么可能有体灰 因此在这场亚洲古罗西 改变世界的演讲上 我要对编剧朋友们说 不管世界有多么荒腔走板 你要学会让自己快乐 当你拥有文字 你有多强大 你自己知道吗 凯撒说 一切荣耀都是过眼云烟 只有思想才是无坚不摧的 当然后面这句是汪海凌说的 谢谢大家